2021春夏时装周刚落幕 受到疫情的影响 国际旅游与隔离的限制 这一次参加时装周的人数大为降低 全球的时装编辑及买家 大多透过线上直播来收看 小数品牌五位疫情照常伴秀 大多数则是改以发布影片来发表最新系列 像是Michael Chorus, Gucci, Zenlo Home 更是选择跳脱时装周日程 时尚产业的生态 正被迫面临调整与转型 采用数位形式发表 虽然少了过往可以亲身感受秀场氛围 亲自触摸到服装植料和设计细节等 真实的感官体验 但也因为其虚拟的特性 让服装呈现的方式变得更有创意且多元 设计师可以大胆尝试新潮有趣的展演方式 来与观众互动 现在就一起来回味2021春夏纽约 伦敦米兰巴黎四大时装中各有什么令人惊喜的时刻 纽约设计师品牌Reagan Bond 与Microsoft合作制作了动态短片蜕变来揭开春夏预览 结合设计、科技、定制作及工艺技术 使服装看起来栩栩如深 在如梦似幻的纽约景象中 由虚拟机器所提供的系统 进行银钢绘制而成的虚拟模特儿 透过不同动作与氛围的变化 以多重视角展现服装的各种面貌 华裔设计师吴季刚则是坚持举行实体秀 更大费周章地把人工丛林搬上了大楼的屋顶 保持安全距离的看秀嘉宾们脚踩着细纱 眼前的模特儿戴着宽颜帽 身穿休闲的长洋装和凉鞋 令人仿佛置身在热带岛屿 Bobbery则是在英国近郊举行时装秀 模特儿们穿上新装穿梭在森林里 虽然取消了观众席 仍透过线上直播让全球观众能一起欣赏 以生命绽放为题的春夏系列 透过服装述说一个关于美人鱼和鲨鱼之间的爱情童话 这次特别邀请知名艺术家Anning Hoff合作 设计成以镜头为第一视角探索的模式 创造数位与真实情景的转换 打造前所未有的视觉感受 Fanny称下以家为主轴 呼应大家以疫情改变的生活现状 许多人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 和家人相处也变得更紧密 米兰秀场空间以数位窗户投射在墙壁和地板上 清新的白色窗帘在微风中轻快的飘动 模特儿们行走之际 每扇窗户都会投射出一个关于他们身上造型的独特故事 创造光影转瞬即逝的瞬间 凸显出美剑服装的精湛工艺 Dior在巴黎杜勒丽花园处理起巨大白色盒子 黑暗的秀场里放置许多展现视觉失忆的彩绘玻璃 令人宛如来到一座哥德式天主教教堂 彩绘玻璃呈现的是杂志内页图像的拼贴 出自意大利前卫实验艺术的代表性人物Lusia Moxie之首 透过鲜明的拼贴艺术来表现女性形象投射 服装上亦呼应了这样的设计 现场游歌者涌唱取材至意大利的哀歌的曲调 悠响的人声在空间回荡 与演艺服装的模特儿彼此共鸣 即便透过直播方式看秀 依然能感受到其独特的震撼 数字也能玩出珠宝的花样吗? 这次要介绍的是宝格丽BZERO ROCK BUSCH HOME GOT BREW CHIFANY T1 他们都是今年推出的新品 不约而同都强调无性别、勇气、能量、自我主张的精神 这些轻奢珠宝其实已经在市场耕耘很多年了 BZERO ONE在1999年问世 GOT在2004年推出 TIFFANY在1980年代便开始将字母T独立出来 做各种变化型 用数字为珠宝并名 第一个是辨识度高、好记 第二个是把品牌精神巧妙地融合在数字里面 他们的定价亲和许多 这些带有品牌精神的新珠宝 扮演消费者认识顶级珠宝的桥梁 宝格丽BZERO ONE在1999年问世 以古罗马竞技场为灵感 20年来卖出200多万枚 今年推出的BZERO ONE ROCK走的是摇滚风 从80年代典藏系列的TUBOGOTS 锦链上的锚钉设计取材 延续BZERO ONE环状设计和双logo标志 戒指主体运用金属制作出棱角 像在戒指上嵌入帅气的毛钉 在边缘采用细致的香钻或者黑陶瓷装饰 BZERO ONE在2004年推出GOTS 这个发文字是数字4的意思 施加透过四圈圆环的设计 表现品牌四大经典珠宝美学 柏段直线柯纹、钻石圈、巴黎钉板式纹、双圈铜心圆 GOTS每年都会推出新作 也透过不同的材质 为四圈圆环做出变化 新品GOTS BLUE融入巴黎蓝 巧妙地将蓝色陶瓷放入设计 让人联想到我们常见的牛仔丹宁 新作有戒指、短项链 还有这个可自由调整长度的长链 呈现GOTS BLUE佩戴的自由与摩登 Tiffany从1980年代起 便将首字母T拿来做文章 发展出歌式清出宝 主张回归极简 用一个字母彰显最大的魅力 今年推出的全新系列 Tiffany G1 是由艺术总监Ridge Korkhoff抄刀 他说目标是将T字图形 以醒目大胆的符号重新演绎 令人感到时尚无比 Tiffany G1象征勇气、能量、乐观 推出18K金、玫瑰金与白金的材质 还有箱钻款式 特色是在T字图形的棱角收边 另外箱钻款 工匠让蜜丁箱的钻石互相牵套 呈现出风草图案 一方面减少金属的用量 一方面可以相入较大颗的钻石 有变你